玩泡泡 泡泡达人用大泡泡将小朋友包了进去 家长忙着用手机拍下这精彩的一刻 这次由民进党立法院参选了 台北市议员许淑华举办了泡泡派对 在永春里里长许慧兰的争取下 许淑华特别在永春公园举办泡泡派对活动 透过泡泡达人的精彩表演与现场互动 希望在炎热的暑假邀请社区家长 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清凉一下 因为暑假到了再加上说很多小朋友不知道去哪里玩 然后天气又那么热 所以这个时候玩水最好 可是在社区里面没有办法像有游泳池这样子玩水 所以我们就办个泡泡泡 让小朋友玩泡泡 然后就会很开心 那最重要因为社区很多的活动都是要经过里长 因为里长其实认为说这社区的小朋友很多 所以要赶快来跟我说 因为现在小孩子一般暑假都是送到安亲班 对啊那我觉得 所以有的爸妈妈可能比较有充裕时间带出去玩之外 我觉得像办这种的出去亲子的感情 然后小朋友有活动 我觉得很好 那我也很感谢益座 我知道益座这个活动之后我马上争取 那益座也很相挺 马上就答应我来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许淑淮还协助小朋友亲手 拉出一个个缤纷美丽的泡泡 这样清凉好玩 又可以自己体验制作泡泡的活动 不只小朋友喜欢 连大人都玩得很开心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同乐 喜欢泡泡 喜欢啊非常喜欢 送给大家了哦 也会泡泡哦 除了在暑假举办亲子活动 许淑淮也与泳村里长合作 推动地方各项建设 包括台北市第一所配合EOD政策 两校合并的双永国小校舍重建工程 在暑假动工 还有改善社区交通的单行道措施即将事办 隔壁有个双永国小是台北市第一个 双校合并的一个小学 然后这个小学现在目前未来是一个双雨的小学 而且地下室 你看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最缺的就是停车空间 台北市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所以他还特别争取了地下停车场 未来我们有一个新的校舍 地下有停车场 让大家可以好好停车 等于是社区跟学校是共融在一起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推动的政策 那所以这也有时候是里长跟我们讲反应 因为他是在地的里长 他非常知道在地的需求 那所以他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我们双永国小重建的这个交通评估 那益座也帮我争取到 我们要事办这个单行道的政策 然后很感谢益座 对我们永村里的爱护跟照顾 许淑华也预告 7月29号下午将邀请 如果儿童剧团到社区演出 他更透露自己将便装登场 希望一连串的亲子活动 让大小朋友都能度过欢乐的暑假 记者张旗腾拍北报道